历史上将发生的大事 许多先知 先觉和高人通过观察天象 能预知未来 并巧妙地记录下来警醒世人 如诸葛亮写了马前客 邵雍写了梅花诗 刘伯温写了烧饼歌 刘伯温碑记等等 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碑记 是在一场地震中被震出来的 几年前才流传于民间 这意味着碑记所记的内容 与现在有关 碑记中不仅预言了 将要发生一场大的瘟疫 并且点化世人如何破解这场瘟疫 碑记中指出 在诸鼠年的时候将会有大灾难的发生 对于这场灾难的范围 碑记中写道 三愁湖广遭大难 四愁各省起狼烟 就是说灾难首先会从湖广发生 然后波及全国各省 在这场灾难中天下论纷纷 为了应对这场瘟疫 到处是紧张的气氛 如狼烟四起 这也正应验了中国当下的时局 因为中共病毒的爆发 当局首先是隐瞒不报 忽视疫情 到了新年的时候 武汉华中重镇 九省通渠 人口流量之大 可以想见 最终致使局势急转直下 全中国沦陷 祸及全球 6月中旬期 北京爆发新一轮疫情 而在南方湖广一带出现大洪灾 截至目前 中共气象台已经连续23天发布暴雨预警 中共应急管理部门称 截至23日 洪涝灾害造成广西 贵州等26省 1122万人次受灾 57.1万人次紧急安置转移 9300余间房屋倒塌 截至6月24日 中央气象台已经连续23天发布暴雨预警 华中华南多个省市出现严重洪灾 山泥清泻 16个省市198条河流 发生超越警戒线以上洪水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称长江中下游980座水库紧急泄洪 位于上游的三峡 葛州坝 西洛渡 向家坝水电站 全开运行 减慢洪风 中共水利部24日发洪水灾害预警 江西湖南等地也将出现洪灾 灾情仍在进一步扩大当中 南方洪灾泛滥之时 北京的疫情呈失控状态 已经蔓延了大半个中国 目前20多个省市警告市民不要去北京 有分析认为 各地主动隔离北京 看似防疫实则是在解体中共 改朝换代的前奏 看中国评论员郑中原说 疫情加重连中南海高层都逃离了 这个中央集权还会存在吗 其实中共两会的第一天 北京白天突然白昼如夜 天黑如墨 随后又电闪雷鸣 下起了大雨和冰雹 天成此意象 早就预示了中共政权的不妙 如今各地各自为政 主动隔离北京 看似防疫的需求 实则可能是解体中共 改朝换代的前奏 如果全面隔离北京 因为各地区都有军区 军头 地方主政者 结成联盟 形成诸侯歌剧的局面 可能就会在大陆出现 此局面也正应验了 刘伯温碑记里面 预言中的 三仇湖广遭大难 四仇各省起狼烟 刘伯温碑记碑文中还写道 若问瘟疫何实现 但看九冬十月间 九愁尸体无人捡 十愁难过诸数年 古人静顺天意 推出推天道 以名人士 是指通过探索推演宇宙 自然运动变化的规律 从而使人明白 人类社会发展 和个人生存变化的规律 明白做人的道理 达到与天地和其德 使自己的行为 绝不偏离正道 预言的秘目的 并不是故作玄虚 而是警醒世人 分清善恶 悲记中还写道 行善之人得一见 作恶之人不得观 世上有人行大善 遭了此劫不上算 在这样的灾难之中 却有着大善之人 在传颂着福音 他们不辞辛苦 不畏风险 告诉人们要重得行善 只要真心诚意 上天就会化解灾难 如果有人告诉您 从瘟疫中避祸的方法 请一定不要随意拒绝 错过这被得救的机缘 在这样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 一个人因为自己的无神论观念 不信神 不信佛 而失去被救度的机缘 那实在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就是不上算 灾祸中 避祸的真言是什么呢 悲记一再警醒世人 所谓天道无亲 唯德是福 只有对于天地的敬畏 善良的德行才是真正的避祸之道 善在悲记中出现了多次 行善之人得一见 世上有人行大善 除非善乃能保全 在悲记的结尾 刘伯温用拆字的方式 像谜一样告诉人们 最为宝贵的三个字 真 善 忍 中国文字蕴藏了无尽的智慧 给后世留下了探寻天道真机的线索 如果世人有缘可以了解悲记到处的真言 悲记最后写道 人人喜笑 各个平安 《皇帝地母经》中 其中一首预言诗 对2020庚子年也有着类似的预言 诗曰 太岁庚子年 人民多暴促 春夏水淹流 秋冬多饥渴 秦怀足流荡 无处多劫夺 补曰 鼠号初年头 高低多偏颇 耕看三冬里 山头起木田 开头第一句 太岁庚子年 人民多暴促 指出了庚子年 2020整个的运势 这一年民众会突然死亡很多人 秦怀足流荡 无处多劫夺 指出了重灾区 在无处秦怀 这和现在的情况也不谋而合 中共病毒突然爆发 人民暴促之状 已经对应了诗中所描述的灾情 秦怀在古时指的不是南京的秦怀河 秦怀是指 怀河和秦岭这一南北农作的分界区 怀河干流经过湖北 河南 安徽江苏四省 侠义秦岭是指陕西南部和渭河汉水之间山地 广义上指的是黄河长江的分水岭 无处指的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吴国楚国之地 处地北至秦陵以南的淮河 南至今天的吴岭以北 其最盛时 西到大巴山 东到大海 无地指的是现在的长江下游 中共肺炎的始发地 武汉 重灾区 温州 杭州 上海等城市 就在秦怀 吴楚 这些地区之内 那么人民多报错的原因是什么 诗中预言和水 饥荒 旱灾 捷夺有关 地母经 庚子年之诗云 春夏水淹流 秋冬多饥渴 秦怀 足流荡 无处 多捷夺 灾情有上半年 下半年之分的态势 下半年比上半年更要严重 预言中 新丑年死亡人数将达半数 世间人的遭遇天差地别 能留下来的人 快活 好桑田 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您的点赞 订阅 分享 如果您有什么感想 请给我们点评留言